对 刚刚好 呼叫支援简历到场 年约十八岁的车手一度公称 是帮朋友领钱 但询问到底是哪个朋友 又交代不清 警方进一步调查 发现这张提款卡 早已遭被害人报案 指控是被假检警面交骗走的 因为在暑期的时候 那学生比较有时间 从事上网或是一些休闲活动 因此看到这个 诈骗求职简讯的机率也升高 那如果这些车手 他从事所谓的这个 协助领款的工作呢 那他们的所得的获利 约略会落在三趴 今年上半年 新北市警方查获超过八百名车手 七十六人被收押 暑假期间 二十岁左右的年轻车手特别多 警方怀疑可能是学生放假在家 滑脸书滑IG 看到求职网刊登利润高 免押金绝对合法 只要去领包裹或提款 就可以领三到五千元跑腿费 感觉很好赚 当心这些片门打工 由诈骗集团操控 被抓不仅有刑责 还可能被求偿数十数百万元 如果车手是未成年 爸妈注意了 恐怕得连带负责 TV员长沐云里姐 什么想不到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小链omet